在大學時生系碩士班學生蔡宏任在彰化縣立美術館五樓展示室及城市一廊舉辦 蔡宏任攝影創作展展出36幅的攝影作品 我這一次展出的作品總共有36幅 那原則上就區分為三種 一個叫做庶民文化 一個是生態攝影 另外一個是茶文化 那對於庶民文化這個部分 是我原來就很想去把台灣的某些傳統的庶民文化 透過我的照相的技能 把它拍出它的真實感 我想我的特色在於 我可以用所謂的慢速快能 把平面作品感覺它好像在移動的那種現象 這次展出的作品分成 庶民文化、生態攝影和茶文化三大類 庶民文化方面運用慢速快門 讓平面照片呈現動態感 在生態攝影的浴槽是它花兩天時間等待湖峰煮巢 記錄下湖峰捕捉毛毛蟲 未使下一代的瞬間 另外它對茶文化很感興趣 這次展出一系列的茶作品 未來它也會繼續拓展茶文化攝影的面向 剛從大專院校退休 那我對於茶這個部分我很喜歡 後來我在大學大學的實生系實習生所這邊 我在就讀 今年九月會就讀碩士班 那也因應這樣 我針對茶這個部分 我有一份很親切感 所以我做了一系列的茶文化的一個攝影 那我希望未來我能夠再茶這個區塊 能夠繼續再延伸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前往彰化仙麗美術館參觀 蔡宏任攝影創作展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